記者秦瑞編譯報導 今天的美國保守派網站歡呼 好消息 川普總統正在與盟友商討成立一個新的親美政黨 以對抗失敗的共和黨和馬克思主義民主黨 週四 今天的美國保守派網站的一篇報導中說 這真是今天最好的新聞 據報導 川普總統正在與政治盟友商討 成立自己的政黨 愛國者黨 這是在他多年來在黨內和白宮受到共和黨高層的背後捅刀子和惡毒對待之後 共和黨在11月3日之後迅速甩掉了川普總統 在2020年大選的欺詐記錄中 讓他在為自己和自己的運動的辯護中處於困境 而包括利茲切尼和米奇·麥康奈爾在內的身居要職的共和黨領導人 對這位歷史性的總統憎恨之情一語言表 據報導 唐納德·川普總統已經和盟友討論過組建自己的政黨 他想把它叫做愛國者黨 這些人說 川普上週與幾位助手和其他與他關係密切的人討論了此事 華爾街日報報導 這些人說 總統說他希望將新黨稱為愛國者黨 報導指出 目前還不知道川普對這一想法有多認真 並指出 要使其成為美國政壇的重要角色 需要投入時間和資源 這可能會是川普總統的阻礙 報導稱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 今天在參議院的演講中抨擊了總統 川普總統卸任後返回佛羅里達的海湖莊園 川普的頂級顧問傑森·米勒日前透露 他預計川普將在未來幾個月內成為全美選票和投票誠信方面的領導者 21日 米勒接受《純新聞》Just News AM節目採訪時表示 川普在未來幾年有很多目標 包括在2022年為共和黨人迎回眾議院和參議院 以確保我們能夠阻止民主黨的瘋狂行為 他還說 川普在選民誠信方面需要做很多重要的工作 預計川普將成為這方面的領導者 他相信川普在未來幾個月內將推出計劃 包括與各州及立法機構密切合作 以確保未來美國選民以及公民選票的有效性和誠信 米勒還透露 川普不會現在就立即開始行動 他需要一段過渡期 這是很重要 我們必須這麼做